如果说什么 我真的很想要拿到台湾的护照 台湾我真的是 没有一个地方是让我不满的 我非常爱唱歌 没有这个东西我活不下去 台湾有多爱我 嗨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来自美国的崔崔璨 我上次上节目 就是录《超级红人榜》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唱台语歌为主的节目 那时候我对某一位来宾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因为我们都是住在台湾的 来自国外的唱台语歌的女生 这种人真的不多 她不只挑战了一首难度很高的台语歌 她也是发音唱的还蛮标准的 对她非常好奇 所以想要请她来跟我们分享一些 她在台湾的生活跟经验 你对台语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我第一次来台湾 12年前的时候 就听到大家都是用中文聊天嘛 去南部的时候 到处都听到大家都讲 是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 所以我觉得 那大家都在讲什么 所以那时候有朋友跟我说 这就是台语啊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 我那么努力 现在都在学中文 好像也没有什么用 因为在南部就常常都听到人家在讲台语 很可惜我都听不懂 那我那时候就决定说 哎 要不要再学台语 嗯 呃 所以有了一个老师之后 也是要一堆上课 哦有一堆学台语 对 不过我上了两个月后 我放弃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台语非常难 来自俄罗斯的爱拉 12年前来到台湾 吃饭时想问她 大家遇到外国人的时候 应该是最想问的问题 为什么会来台湾 12年前我高中毕业了 然后我姐姐在北京那边学中文 然后她有认识很多 呃 来自台湾的朋友 她对台湾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说哇 台湾人很很客气 很善良 很热情 然后她说 诶那如果我 就是她的妹妹 如果我想要去 啊 亚洲发展的话 那我应该是可以去台湾那边 幸好那时候读书都很 成绩都很不错 所以 有机会拿到台湾政府的奖学金 我们奖学金是五年的时间 第一年是中文 然后四年的大学 所以名城大学毕业的 你现在在台湾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现在是歌手 助唱歌手 然后也有拍一些广告当模特 所以现在都是在唱歌 像没有说尾牙 春酒 主唱歌到支持 他很开心 就是歌手 这是歌手 混音 混音 都是当歌手 你怎么会说我 信念我 对 我爱他 我爱他 分开 这个歌 你又爱你 我爱你 那是你第一首学的台语歌吗 这是我第一首学的台语歌 这上我觉得那时候 我下了很大的功夫 然后练了很久的时间 才有办法把这首歌背起来 真的很不容易 几乎都要每一天要复习 然后要练唱 歌词写下来之后 我亲朋友帮我看一下 然后再黏给他听 然后他说OKOK再帮我调整 然后再去把它背起来 因为我真的我听得出来 你不是随便大概唱出而已 你是真的有学过那个法语的 有有有连过对对对 听得出来 而且我给我自己台语家教听 他也是说这个人可以 台语不是随便唱的 你住了五年之后 还是留在台湾很久 那时候自然而然就是决定 我真的爱上了台湾 然后觉得台湾是一个 超级无敌漂亮的一个地方 有山有水 然后风景很好 然后最主要是人嘛 大家就是我看很多什么 到个小节目什么的 每个外国人都是赞美 台湾的部分就是人 因为台湾很有人情味 然后所有的台湾人都是非常 不过是我遇到的 对都是很对我很善良 很很可惜很浩克很热情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是 可以传造这个台湾对我们很美好的印象 你为什么会选那首歌 那首歌其实是 是朋友帮我推荐的 我听了的时候我就 有一点感动到了 所以我真的 诶 这首应该可以 加上它也是比较高音 可以就是让我发挥比较多的 我很好奇的是 你整个人的气质都是 第一是很有气质的 然后第二就是很优雅 然后感觉在你旁边 就是一个唱歌的感觉 可能是我们的文化吧 就是女孩子差不多14岁15岁 我们开始国中高中的时候 开始穿一些高跟鞋 然后开始打扮 可以自己化妆 你在澳洲是国中高中 去上课也会穿高跟鞋吗 是的 蛤 我们对 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是会穿高跟鞋 Oh my god 你终于美国我们直接穿 全衣去上课 Oh wow 我们穿牛仔裤就一定很正式 所以我穿高跟鞋 我穿高跟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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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高跟鞋 我穿高跟鞋 真的会被讲 为什么要那么 我们是反过来 怎么认真 不穿高跟鞋才会被讲 我第一年来台湾的时候 就是都尽量还是穿稿跟鞋出门 然后去上课的时候也穿稿跟鞋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我观察到了 好像很多人都是血眼看我 我们两个都住台湾很久了 而且甚至比我多0.5倍 8年12年 对 你觉得目前你最喜欢的台湾生活是哪方面 不管是哪一方面我都很欣赏 我都很爱 台湾就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 台湾很便利很方便 我很喜欢台湾的这个小的尺寸 因为跟俄罗斯比起来的话 台湾真的是一个是一个宝岛 台湾的天气我也很喜欢 因为我是一个俄罗斯人 但是我很怕人 在乎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会来这边避寒 几乎每个冬天他们都会来 来多久 来三个月四个月 对 所以都已经就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海湾了 对 没错没错 那经纪公司经纪人有吗 自己借 那你也有永久就有针 什么时候拿到了 去年的 还是前年的 2月14号 台湾有多爱我 台湾有多爱我 今天名传的时候 我同学跟我说 阿拉你会不会想要试试看去参加 名传的金钗 我说名传的金钗是什么东西 金钗 他说名传有十几个小姐 她们会在双十国庆的时候打帮美美的 解代贵宾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去考试 一样是要去考试 我差不多有大概一年的时间 都是在名船那边 跟老师一起上课 学一些美德或什么的 首度出现了金马闭眼的外籍金差 在上我们的训练都是非常严格的 你的背一定要拉直的吗 膝盖要往前 但是你的脚要大概45度这样斜的对 臀部是要比较靠近前面的位置 对 你的手也是要注意要放在前面这边 然后要保持微笑 要保持微笑 所以解代的时候你就可以站起来 贵宾来的时候 先要鞠躬15度 30度45度 你要先鞠躬 然后说贵宾您好 保持微笑 然后贵宾这边请 贵宾您好 这边请 连这个都要考试都要上课 对 搞不好变得更优雅了 没错 欢迎大家参加国庆大典 1 2 3 双十国庆 那时候应该是马英九吧 我们就去接待那些客人 下个星期四就是双十国庆 而今年的典礼 再度由名传大学的金差金帅团 负责接待外宾 双十国庆 双十国庆 如果跟你 Ricky我跟你说 我们是姐妹的话 你会相信吗 为什么是姐妹 应该吗 这样有比较像了吗 音乐这方面你是怎么开始的 我妈妈是钢琴老师 差不多在七岁的时候 他们就把我送去一个studio 可以练一些舞台上的表演的技巧 可以唱歌的 受这些这方面的训练 也有参加一些合唱团 所以其实我从小时候 一直都是在唱歌 然后来台湾 我觉得哇 没有舞台的话 我真的是 活不下去 你说你的合唱团 是台北市里脚香乐合唱团 是唯一的外国人吗 是的 唯一的外国人 是唯一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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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人 总共 我们差不多五十几个吧 你当初是四季的吗 那时候是四季的吗 对 那时候是大概两年前 他们有找一些新的 合唱团的成员 所以我就去考试 成功了 所以现在就是担任他们的 次女高音 很厉害 谢谢 那如果是你希望 最希望你台湾生活方面 可以改善的地方 我是一个很喜欢 顺其自然的人 所以我觉得 我如果遇到了一些什么困难的话 或者是一些 我自己不满意 不满足的地方 我觉得这些问题 都不是来自外面 而是来自我自己 所以我尽量是会调整我自己 其实台湾我真的是 没有一个地方 对不起 这真的是实话 没有一个地方是让我不满的 对啊 这么好 嗯 如果说到我自己的话 我希望 可以 可以把台语 啊 多练习 多学一些台语 因为我觉得 你讲台语的时候 会更有人情味 对 然后 呃 可以跟台湾人更近 爱老的胡桑团刚好 然后最近有个演出是可以欢迎大家一起去听的 我们台北市立家小音乐团的和唱团 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美好的音乐 在四月二十一号中山堂 那比较详细的说明你们可以看下方咯 我一个新的这个爱歌 这分钟它是最大美的 很好 你的那样 是我